关于这个玄奘 跟你出一个问题 您说 李老师 唐僧的话呢 是带着三个徒弟一匹马 但是的话呢 唐僧又是一个引来危险的人 对 为什么这三个人还给他叫事 那不是因为这三个人 都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 上面指派的让他们 就是历经一些磨难 就是相当于是一些 改国自新的机会吧 那首先我提示一下 说这个知识原因 我要的是个结果 为什么他们在路上 要给他叫事 因为他长得帅 个高 贵聊天 脚力吼 皮马骑着厉害 贵聊天 因为他是主人公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他应该是谁的转世 金蝉子 对 金蝉子转世 所以他要在这边 经历这些磨难 大胚手 刘老师给我们答案 这实在是 不会了 我觉得任何事情 都分的话呢 日常时候和特殊时候 日常时候考验不出来 一个人的智慧和目光 但是一到特殊时候 遇到九九八十一难的时候 第一个挑战人闹事了的是谁 孙悟空 说得特别对 就是他要回华国山 第二个 紧跟呼应闹事了的是谁呢 主板见 主板见 我要回高老庄 扎僧犹豫半天 那要不咱 留沙河 正是在这个时候 唐老师说 你们都可以走 我还一个人要越过 帕美尔高原 明知可能会被吃了 他一定要把这个事完成 是他的信念 信念 是他的坚毅 是他的目光和智慧 其他几个徒弟一听这呢 就怂了 听完李老师您讲完之后 我觉得这个地方 有很多很多的权葬 你看 因为这个地方很荒凉 但是有很多 把根扎在这里 为了信仰信念 来收为我们祖国的兵将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上午我们就看到了 停一会的话呢 你们几个的话呢 到那个少恰的时候 我们也会看到 这是我们最好的学生 最好的学生 李老师脸脖子好 感谢大家